好 这只不过总统大选的登记极限在今天以及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 但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以及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柯文哲至今却尚未登记 而目前早上传出最新的消息 柯文哲是主动致电三方包括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以及侯友宜 希望三人能够由郭台铭来当公亲 三人一起在早上在郭家会面 但柯办刚刚是经由发言人戴玉文出面表示 但侯友宜方是说自己早上有行程在身 并不方便 希望三人能够下午再见 但由于时间紧迫呢 其实就在稍早的时候呢 10点多 柯文哲以及由他的发言人陈志涵 以及柯办的主任周虞修陪同之下 是想先进入郭家和郭台铭会谈 但没想到在随后 侯友宜透过竞选办公室呢 却发出他们希望呢 有收到柯文哲提议见面的回应 但希望呢 却是要在前总统马英九办公室来会面 甚至还表示说他今天会随时在马办来等候柯文哲以及郭台铭 但郭台铭办公室呢 则是表示说进行这个马办的几率恐怕不高 是希望能够寻找第三个地点 让双方都能够接受 由于呢 柯文哲的进办总管事黄珊珊前一天是直接在脸书说 柯文哲将以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来侵占到底 还说这句话有人看不懂吗 是否是真 是否代表柯文哲来对外回应 也引发外界的好奇 因此今天柯文哲 侯友宜 郭台铭到底会在哪边见面 也被外界持续关注